本科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常景浩 今年32岁 日本国籍日籍华裔 我今天来主要想找一份 公司的化妆品类公司的海外拓展 之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常体浩 你是有点紧张 没事没事 放松放松放松 这不吓人 来鼓励一下 我生长 在中国生长到19岁 19岁 所以我的国籍什么 只是一本护照 你们忘掉它 好这样 你是在这出生的 对 在这长大的 对 到19岁 对 然后去了日本 对 在日本读的大学 对 大学毕业之后呢 在哪工作 都在很多公司 比较大的公司都上不过帮 是在日本 对 做什么样的工作 一般电脑方面的维护 修理 还有一些社内网络的搭建等等 做了一年多 于是投资开了个店 做什么 电脑 还是做电脑 电脑的什么 品牌电脑的销售 修理 维修 还有NTT的代理 就是网络的公司代理 这又干了多久 一直干到现在 干到现在 还在做 对 我在日本 是东京华人圈里面 小有名气 然后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开了个店 是日本最早 做 NTT代理 不是 NTT代理 修电脑 是最早的其中 在报纸上大做广告的 其中的一家 所以 小有名气 对 然后 我当时跟很多社长 他们跟我开玩笑 一直说 你是我见到 唯一一个 全日本没有敌人的人 就是同行业不是敌人 都是朋友的人 那为什么现在想到 要 回到中国找工作 现在 房子有了 车有了 信用卡有 要什么 有什么 的生活 但是我的公司 大也大不了 如果 我 做不了皇帝 那么 在可能情况下 我想做一个好宰相 就是这样子 你的劲儿吧 老使得特别大 你放松点 对不起 你放松点 咱们不是 就是这个世界上 它不是除了皇帝 就只有宰相 对吧 那你比如说 那些都是和电脑 那些有关的 对 是吧 电脑的维修 对 网络系统的搭建 对吧 你今天要找的工作 还是这样的工作吗 不是了 你刚才说海外 市场的拓展 对吧 所以你没有这方面 工作的经验 我接触了 很多这方面的人 我一 我了解日本 二 我了解中国 三 我有很多资源 我先说明一下 我有的渠道 是像巨美艺品 这样搞化妆品的 我有比他们 现在内部渠道庄园 更广的渠道 日本 韩国 我都吃得消 比如说 五八同城 一直说要拓展海外市场 日本分公司 如果成立的话 我做支社长 都是OK的 是这样子的 其他我吃不消的工作 我只能说 真的很抱歉 我吃不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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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用的这个词吧 也是我们有些吃不消 是 你吃得消的是 像巨美艺品 对 五八同城 对 因为你看过节目 所以是有备而来 对吧 长久浩 还有什么呢 基本上 你想吃的 别的公司 我可能 不太 比如说 比如说 百合网知道吧 你 你知道吧 了解 对不起 思理 知道百合网吧 知道 这个吃不吃 我不是不吃 我吃不消 请了两家 说这两家 你吃得消 是这个意思吧 那为什么呢 能解释 能能能 我首先解释一下 首先是 你们随时就提问了 你们二位 巨美艺品这边 化妆品 药妆 好几个厂的厂长 部长 跟我很熟 我这次带了 40公斤的样品回来 对 40公斤 药妆是现在 中国市场 应该是很火的东西 我也看到了 你们现在在卖的 只是在卖 那个豆乳 对吧 那个产品 事实上在日本 不是所有的药妆店 都在卖的 但是无可否论 这个产品 在中国市场 很成功 为什么呢 宣传做得好 我有渠道 可以拿到货 同时我国内 我也有自己的渠道 愿意向我买 所以说 我如果到 巨美优品的话 我是带着货源 带着客户 我给你 客户 对 然后58同城 58同城在日本 就算开了分公司 你肯定不可能 针对日本人赚钱 对吗 那也是在立的华人 那在立的华人的市场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比很多人都熟 不都说完 等他们提问 等他们提问 提问一个问题 来 稍等 二位 先让他们二位提问 来 对不起 惠博 在药妆市场上 的确日本的药妆很厉害 但实际 第一个中国也有药妆 比如中国人 红人堂就出了药妆面膜 第二个呢 你的资源 在化妆品过关 静观上 国家是有一些 尤其是药妆产品 我现在不算太了解 这实话是说 对 因为这款产 你刚才说的那款药妆 在国内已经做得很火了 它已经算引进中国了 在药妆产品上 我不知道国家 哪些部门 要给这个产品发批文以后 我才能从日本国 引渡到中国 中国我完全不了解 我先说 不是说 那个 是说你刚才说渠道 怎么引路 这方面 我完全不了解 来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认为58屯城 如果在日本做的话 在日本本地 有哪些对手 你大概了解过吗 好 对 日本现在互联网的 就是像您这样子 同类型的网站 是没有的 当时02年的时候 日本开了一个新的论坛 一个中国人开的 什么名字 我就不宣传它 那个网站 现在是日本 唯一的一个论坛 但是是类似于 您的网站的 功能的一个论坛 那个论坛 是你最大的对手 好 来 好 这是问题 各位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 进日本 这确实是一个 比较这个 就是大家可能 都不太认同的 一种方式 那可能它的优势 更多的是把这个 就是日本的一些 有特色的 有优势的商品 资源 引到国内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刚才提到 你带了40公斤的 这个特色的东西 进来 对 是吧 那我想问 就是说 你说到那些资源和关系 你拿到的 额外的折扣 或者是说 你拿到中国来之后 这中间的利润率 大概是多少 好 运费 什么东西都不算的话 以现在 比现在那个 豆奶的那个洗面奶 便宜的价格 我打个比喻 你们卖99对吧 现在 是 20多就可以拿到 现在呢 该聊的 咱们基本上都聊了 有资源优势 有渠道优势 但是是不是资源优势 和渠道优势 就能成为 一家公司的 海外开发的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不知道 由各位老板 做出判断 12位 第一次选择 陈浩离开 尹峰离开 本红离开 毛颖 蔡虎 2位 好 有五位 留了下来 先生我有伞 我觉得你那个方向是对的 你在日本做华人的生意 不如做这个 增国跟日本的桥梁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我 从聊下来 我感觉你 不要瞄准互联网行业 不要单纯的 瞄准互联网行业 这样好 我尽量不把你当做一个 一来客 也不把你的 在日本的资源当做什么 为什么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今天我在参加节目的上午 陈欧在见韩国最大的化妆品制造公司的社长 是从韩国那边飞过来 飞完他第二天就要飞走 这个人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上海美博会上认识的 你应该知道美博会 容易做化妆品的话 那里面所有的日本厂商 韩国厂商 保达利亚的厂商 欧洲的厂商 在那坐着阴切的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大马士哥玫瑰 这个 保加利亚那个玫瑰特别厉害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 他们说我们产品怎么好 我们还没进入中国 你们怎么帮我们进中国 然后呢 我帮你进中国 就开玩笑的说 也就是说现在 中国这个市场 大家很多人关注 因为大家都想挣中国人的钱 那么 我觉得你的资源不是资源 为什么呢 以俊美现在的实力 我想拉动一个日本出世会社 给我做代工 指示我能不能付给他那个成本 回国能不能 拿那个 合理的一顿卖出去 我不存在通过一个中间人 去搞定他 因为我的量已经有保证了 也就是说 除了这些东西 如果说 我就让你在日本 做一个拓展 我给你出一道题好不好 今天你要给我选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 带回国内以后 卖得非常好 大家非常喜欢 你给我推荐一款日本的产品 让我觉得 我有必要通过你 拿这家厂商的独带 首先就证您一个错误 好 您一直在不停地说 我们有量 我在跟大会社联系 首先你要知道 中国化妆品销售不是只有您 有很多公司在买 你不做 他公司一样可以再做 别人也会跟他们做 所以他们给你的价格 不会是最低的 也许你吃一次亏 两次亏以后 可能会整大最低的 但是只是可能 日本大会社做事情 有大会社的Lulu 有大会社的规则 对 所以 我就证你 不会因为我量很大 大会社就说 我自身谈就说 OK 我给你很便宜的价格 你成欧长得很帅 我很便宜给你 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在反讽吗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点 这是一个商业社会 明白我意思吧 这是首先我们要承认 这是一个商业社会 你说的一些话 这个地球上 到处都是要关系的 不 我承认商业 这个世界没有说 不要关系 你可以做什么一件事情 其实你刚刚一直在说 日本做生意很规矩 我同意你这句话 我大学刚毕业 在外经委时候 就是做的 对日本的贸易 我知道日本客户 一旦认定一个商家 他基本是很难再改变的 但他所有选择商家的基础 还是公平竞争 谁都不敢在这边 做小动作 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挺惠普 现在是一个商业社会 你的那个 作为个人来说 资源是有限的 长景先生 你听我说 我给你一个建议 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 跟他的看法 有时候不需要 当然你可以辩论 但不要辩论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 证明自己 对你的目标很明确 很好 我挺你的 刘惠普先生刚刚最后问的那问题 其实问的很好的 就是说如果你对日本市场 拿一样东西 拿来中国 就能大卖 这就代表了如果你能回答的 但是我觉得 就可以代表你在 今天我实际上 整个面试过程中 我的面试风格 确实是压力面试的 我希望你来回答 我有价值的问题 是的 但是我明明是问你 今天当了这么 我们做一个测试 你回避了这个问题 现在你来推荐一款产品 我要看你选品的眼光如何 日本的产品 没进中国的成千上万 每一款产品进中国了 你能去吧 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我跟您讲 跟什么产品没有多大关系 宣传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回答 我挺失望的 就是说你觉得产品无所谓 靠宣传 不是我没觉得产品无所谓 日本的产品 在我看来的话 质量都是很过关的 其实你刚才质疑 老板的这个勇气还是可加的 但是其实惠普和你 还没说到一段事上 你老在强调关系 关系确实是有价值的 但是在面试过程中间 往往是最没有价值的 对 所以你要跟惠普讲清楚 你除了这个关系之外 你还有什么 所以我的问题 其实蔡伙的问题 我已经问过了 抱歉我们的执着 咱们又回来了 绕了一圈回来了 你告诉我们哪个产品 是现在中国的市场 还不了解 你选品选到了 聊这个 景浩特威 你带回来那40公斤里头 都主要什么货呀 他可能不太了解 现在日本人 你们别打断 你们别打断 一种化妆水 什么 一种化妆水 SoC的 这么大罐 化妆水 你为什么会选它呢 不是不是 我只是说 里面卖的最好的是这个 我知道 就是你当时 这个挑了它 是为什么呢 我挑的时候是 在日本卖的也不错 还是你 你大概 小具有给我什么 我都我都收 他告诉我说 这都是样品 你拿回去 尽量寻找 看看也没有可能 在中国打开市场 仅此而已 那么 我的任务就是 背着40公斤的东西回来 就是你没有做主动的全品 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好坏 我只是沐浴露 什么东西 我现在每天都在用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 好的 谢谢各位 我跟陈九号最后一句话 陈九号真的说实话 巨美一天 一个爆款单品的售卖数量 相当于淘宝 全网的电商 加一块的一个单品的售卖数量 我们有权利说这个话 但是并不是我们吹牛 今天下场以后 我可以来看你的产品 但是呢 我希望你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在商业社会里面 商业归此是第一 我是甲方 乙方 不管他在哪个国家 哪怕他在日本 我销量大 他也听我的 好 到了大家要做判断的时候了 选择 陈九号 明天我在公司 你可以到时候 录制节目结束 给你公司地址 你可以带一些样品 去我的公司 我可以直接送给你 因为我订的是一号 回日本的机票 好 这样 这样 没关系 下面 想怎么谈怎么谈 如果能合作 我觉得是挺好的事 但是以工作来讲 抱歉 对 最后 能不能再讲一句话 当然 我为刚才事理 祝你道歉 我以为刚才 我的事理道歉 谢谢 谢谢 再见